這個也許剛才有幾位委員提到關心 我也關心這個證交稅 當初的證交稅減半的問題 那我記得禮拜一就前天的時候 問了這個金管會的黃天木主委 他清楚的表達 現在當初是正常的狀況 跟世界其他國家比正常 所以他提出來了 希望再年也五年 他說這個球已經在你的 給財政部了 那就是要看財政部的意思 現在當然是國庫增加很多收入 那可是當然外面也有批評說 快要變賭場了 昨天台灣市場這麼小 然後有辦法成交量大的8000多億 過兩天可能會上照也說不定 當初平均每一個當初客 賺的只有兩百多塊而已 賺商跟國庫還是做最大贏家啦 你做來賺喔 好像是贏書都要交錢給你嘛 所以最大贏家 你剛才回答很多委員都 一直閃躲這個問題喔 你能不能明確地告訴我們 你現在評估的最大的重點是什麼 要不要同意 因為主要是在你才報道院 最大的考量是什麼點 那跟委員報告啦 我想這個 我已經回答過問題就是說 基本上當初是一個 照理講它是一個避險工具 那有些情況就變成是投機的一個成分 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 今天黃主委講的我也同意了 一個資本市場 當然會投資家投機 並有嘛 否則不成市場的嘛 都只有投資家買來鎖起來 買來鎖起來 市場不會火弱嘛 當然就是有投機在那裡 對當然 好來繼續 那以目前的這個股市的結果來講 大概當中這個量大概就佔三分之一啦 那基本上跟我們當時的這個所謂當中降稅的目的 事實上把量提升 這個已經達到這個相關的情況 不過呢 我想 儘管會員這邊有他的考量 就是說這個情況 那個結構跟當初的結構已經是不太一樣 所以他們才會提出這個所謂在延五年的這樣一個情況 那當然啦 這個降不降稅 除了剛才所提到的政策目的有沒有達成以外 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整體證件市場的這個這個穩健 也是一個因素 那當然啦 就是說如果量能夠出來 那讓這個市場股價能夠真正反映出這個公司的限值 那比較會吸引一些所謂的公司來上市上櫃這樣一個情況 這當然也是一種好事 其實 其實 政策來看還是要審慎去評分 我們來看啦齁 其實這是一個打強心針啦 就是你剛剛所提到的政策目標 其實已經達到了 你那個言下之意就是 可以不必了吧 對不對 要加證交稅就回到原來證交稅 當衝做習慣了就去當衝嘛 對不對 他衝他也不在乎那個千萬之一丁五啊 他知道怎麼衝怎麼賺錢他去衝啊 就給他衝啊 大家習慣了 是不是 所以你打一針五毫 別打第二針了啦 就變這個樣子 很多人這樣子 是不是應該這樣考慮對不對 這個跟我們報告因為 你剛才言談裡面我問你 你剛才言談之間 我聽的感覺是 你有講一句話嗎 政策目的已經達到了 所以 後面是我講的啦 所以可以受刪了是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剛才不是講嘛 就是第一個政策目的 第二個就是 股市整個穩健的一個發展 那穩健的發展也要看 今天的股市結構跟 幾年前的這個股市結構 兩個是不太一樣 所以這一部分我們也會請 警管會再詳細的來說明 穩健像昨天八千多億這樣是穩健嗎 這個八千多億是歷史的天亮 過兩天還會到 照說不定喔 我不曉得 但我不曉得 還沒有人知道 有任何那種 是不是 所以這個 好好的 好好的把關啦 好好的把關 什麼時候可以做決定 你什麼時候可以做決定 告訴我 我想 我上禮拜已經 這個到消費期才會有一個比較 消費期就會 消費期九月開始 所以九月就知道了 答案 可以這樣子 好 再過來 現在疫情再起 剛才陳時中部長在八樓 他請假 十點半請假 要趕去處理 基隆兩個確診 還像謠傳啦 什麼地方也有 什麼地方也有 都是不明感染源 他說的 陳時中說的 他說 不排除喔 他說快要進入第三級喔 什麼叫第三級 室內只能五個人 室外十個人喔 第四級是什麼 第四級幾乎是封城啦 幾乎封城啦 他可能就宣布下午去 可能下午去宣布第三級喔 那第三級我看 立法院都停開了嘛 我們前面就不只五個人喔 這裡前面就不只五個人喔 五個人喔 室內五個人 室外十個人喔 好 好 那我就 比較關心了 因為你們有 第一線的財政部的 報稅人員 跟我反應 嚇到不死 他說我第一線每天在基礎人 怕被傳染啦 他要先打疫苗 他現在不知道第幾優先啦 不知道第七第八啊 沒有優先啦 我問了指揮中心 他說要部長 你出面講 出面 改阿三組一個拜託一個 就有了 你要不要回應一下 可以啦這個我可以跟指揮中心 趕快做喔 可以 這是你們第一線的人 跟我反應的更生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我們 現在在報稅 打澳湯第一線 這個多麼的緊張啊 現在 所以跟委員報告 除了報稅人員以外 還有關 海關的部分 我們已經要求他們 就是要先行施打 那這個國稅局這一部分 國稅局這一部分 我們會進一步再跟這個 指揮中心來洽談 如果可以的話 什麼時候正式跟他提出申請 呃 我想我今天回去以後 再跟指揮中心 馬上做好不好 馬上做 再做聯繫 如果可以的話 因為 還有 還有 你現在手機報稅啊 或者網路啊 都只用標準扣除額 沒有列舉扣除額 什麼時候可以用列舉扣除額 什麼時候可以用列舉扣除額 也可以用手機報 手機就好了 疫情這麼嚴重 這樣不要去就不要去 委員 我跟委員說明一下 那個列舉扣除額齁 如果他下載資料下來以後 不必去修改這個列舉扣除的部分 比如說他的捐贈 或是他的醫療費用 這些都已經 有已經 那個都可以下載資料 都可以完全cover掉 那麼他也不用去 額外增加他的這個 修改他的列舉扣除額的話 那基本上這個就可以 他只要大於 他大於標準扣除額也沒關係 他不用修改資料的話 他都可以用手機報稅 那你就發個通知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有人跟我反應的 是 所以他是列舉扣除額 但是他 你們規定不能用 因為東西不用不用 沒有沒有用 排用 排用啦 說排用啦 不是 就是可能民眾有誤解 就是說如果你列舉扣除額 下載的資料裡面 講清楚好不好 完全包含你所要申報的列舉扣除 項目的話 那你不修改 那你直接就用手機報稅就可以了 不用出門 我們希望特別是疫情啦 盡量手機盡量網路去報稅 對 這個比例多少現在 現在比例的話 網路報稅佔比的話 有沒有六成 有沒有 過去 我跟委員報告啦 就是說一百零八年 網路 就是透過網路報稅的案件有三十九萬 三百九十五萬戶 幾趴啦 三百九十五萬 目前已經達到一百四十八萬戶 申報 所以占網路申報佔比的 就是說已經達到三十七八 三十七趴 三十七趴 對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全國的 我的印象當中有六成耶 六十趴耶 全國的申報戶有六百三十萬戶 那其中有三百九十五萬戶是用 網路申報 那已經超過五十趴啦 網路申報 那個是去年 那這個三百九十五萬戶裡面 以今年的比較來看 有一百四十八萬戶已經完成了 所以完成的比例大概是三十七點五二 但是應該上看六十趴以上沒有問題啦 對應該是會沒有問題啦 好 因為很多人是要 就跟這個有關係的齁 行動支付 人家外面罵得要死啊 所以你們財政部居然想要修辦法 要買賣什麼都提供個資啊 你要賣方提供個資有道理 買方 我買這罐 汽水 買這罐 買這罐可樂 買這罐可樂 也要個資給你什麼意思啊 你告訴我 跟委員報告 這個是主要是電子電票條例裡面的這個 相關的規定 那我們按照電子電票條例的規定 來修改 提出一個辦法 那主要的目的大概是這樣子啦 這個 應用了這個交易型態的改變齁 那麼針對新型態的網路討漏稅 那麼稅先基金機關有不要去收集這些資料 齁 才能打擊討漏稅 這個是我們主要的目的 沒有沒有你們回答問題喔 那另外一個 每十塊二十塊錢 泡麵幹什麼 也要幾個資啊 我們瞭解 委員讓我說明完了 要修過新聞稿 對 那目前我們預告 只是預告的內容 那外界認為會有侵犯個資 當然 當然 那我們這部分 會認真來檢討 我們會認真來檢討 你們去趕一下好不好 再聽起外界的意見 外界也是對反應反彈 那即使要這些資料 我們也會依據稅間基增法的規定 好 打擊逃漏稅的時候 才取得這些資料 因為我要問主機長 那我問一下好不好 三十秒來 萌捷了主機長 萌捷了三十秒 萌捷了三十秒 給 來主機長 跟疫情有關係的 疫情現在 你們總共要 出動一萬多人去普查 要訪問一百二十多萬家 呼籲民眾支持 現在 疫情提升了 你要延期嗎 我問一下 那個是 我們那個是五年一次的調查 那個是已經按照步驟在 如果有疫情的原因的話 到 我們會看到疫情的一個進度 就是說 我們會 會不會延期 我問你 那個到時候沒有完成 我們當然會延期 就是說我們看疫情的 我告訴你另外一個數字 這裡面有九十三萬農家 人口超過三百萬人 這些人 大家 有人跟我反映了 很怕 很怕被騙喔 被騙取個資 被騙取什麼的 有有有 我們有所謂的三不二要 就是說我們會有那個證件 而且是 沒有我時間到了 主席站起來 我站在上面的時間 我只是提醒你喔 是的 這個農家戶 九十幾萬戶 人口超過一百萬 這些人 這些人 小心他們 在 你們普查 說不定人家假冒普查 就給他騙了 幹什麼 你們要一些預防措施 好 謝謝委員提醒 好